房价越来越贵 年轻人买房遥不可及 对于不少首购族来说 有了新清安政策补贴 身上重担确实少了一些 首购族来说前面几年 跟一般的贷款利率来说的话 用新清安的利率会少大概三分之一 自己结案的李小姐 看好新清安最大优势 就是贷款可以拉长到四十年 还有五年的宽限期 条件上确实宽松 但有没有真的比较划算 得长期来看 如果你的时间拉得越长 代表说你要还款给银行的利息 会更多 新清安来说的话 就算它可以还到长达四十年 其实你的整体还款的金额上面 其实相对之下会比三十年来得多 实际比较新清安与一般房贷 新清安前三年利率百分之1.775 2026年补贴措施结束后 利率跳回百分之2.275 比一般房贷首购地板利率百分之2.06 高出了百分之0.09 等于贷款每年会多出九千元 若以贷款一千万元 贷三十年宽限及五年 本利平均摊计算 到了第八年 一般房贷要缴的钱 就低于新清安要缴的总额 如果你没有用完三十年或四十年的贷款年限的话 比如说十年或是二十年 就把它给缴清的话 其实反而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相应的实惠 对于想做短买短卖的投资客 新清安确实成为省钱一大利器 但若是打算一步一脚印 房贷还好还满的一般老百姓 申请新清安得谨慎小心 别让大半辈子赚的辛苦钱 统统拿去还利息 三立新文章有权力加气 台北报道